大家好,Kyokoです 好,來到今個禮拜 我們今天講一講平時會用到的文句 好,如果大家跟我一樣很喜歡看書的話 書的日文是 然後你需要查字典的時候 那個是 是詞書的意思 好,當我們要寫筆記的時候 筆記本的日文是 然後如果你很喜歡收集一些卡片的話 無論是別人的卡片 又或者是很出名的卡遊戲的話 日文是 然後再來要講的 就是我們平時會用的圓筆 叫做 原子筆的話 叫做 自動原子筆的話 應該叫做 原心筆會好一點 原心筆的話 叫做 然後 然後我們寫錯字 要用拆膠的話 那個就是 消費工 消費工 好,最後再講兩個 就是 如果大家平時喜歡看雜誌的話 雜誌的日文是 雜誌 報紙的話 叫做 新聞 新聞 但這個新聞的話 並不是電視上的新聞 如果要說電視上的新聞報道 我們會用 新聞 以上就是10個關於文具的日文 大家可能未必全都會很有用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平時都會用一些書 或者字典 還有我都很喜歡看雜誌的報紙 所以這些日文都是我會用的日文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學的文句日文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在下一節再講文句的時候 再拍給大家看的 今天來到這裡 拜拜 分享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那再見 拜拜